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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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成为建议标准的ROC6298推荐的α值为1%即0.125 用这种方法得出的加权平均往晚时间RTTs就比车量出的往晚时间RTT的值更加平滑 显然超时计算机器设计算机器设计的超时重传时间RTU应略大于上面得出的加权平均往晚时间RTTs RFC6298建议使用公式5-5来计算计算RTU我们看到它的值比RTTS大那么一些 大了4倍的RTTD RTTD是RTT的偏差的加权平均值 它与RTTS和新的RTT样本之差有关 RFC6298建议这样计算RTTD 当第一次测量时 RTTD的值取为测量到的RTT样本值的一半 在以后的测量中 则使用公式5-6重新计算RTT 这个新的RTTD我们看到 也与旧的RTTD和当前的偏差有关 这里系数BET的推荐值是四分之一 即0.25 但在实现上述算法时 往返时间的测量实验起来相当复杂 由于存在超时重传 且重传的报文段和原来的报文段完全一样 因此发送端在收到确认后 是无法确定此确认报文是对先发送的报文段的确认 还是对后来重发的或重传的报文段的确认的 可以看出 不同情况下的往返时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而正确的判断 对确定加权平均的RTTD的值有很大的关系 卡恩提出了一个算法 在计算加权平均RTTD值 只要报文段重传了 就不采用其往返时间样本 这样得出的加权平均的RTTD和RTO就比较准确 但带来了新的问题 可以想象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报文段的实验突然增大了很多 因此在原来得出的重传实验内 不会收到确认报文段 于是超时重传该报文 但根据凯恩算法 不考虑重传报文段的往返时间样本 这样超时重传时间就无法更新 而事实上当前网络往往时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按原来的超时重传时间就会产生不必要的重传 为此对卡恩算法进行了修正 方法是 报文段每重传一次 就把超时重传时间的RTO增大一些 典型的做法是 取新的重传时间为旧的重传时间的两倍 当不再发生报文段的重传时 才根据上面给出的计算公式 计算超时重传时间RTO 实践证明 这种策略还是比较合理的 总之 卡恩算法能够使运输层 区分开有效的和无效的往返时间样本 从而改进了往返时间的估测 使计算结果更加合理